嗨嗨 我是Josh 歡迎收看 中植嗨爆 嗨爆中植 這是一個每週更新 但是上個禮拜沒有更新的節目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的話 請趕快訂閱起來 首先一樣先來看各隊的排名 魏全前陣子存下了一波連敗 樂天則是打出了五連勝 所以現在樂天上到第一 魏全掉到第四 不過前世民的差距很小 至於統一呢 也不差 至少有辦了一個很厲害的中華一番主題日 這禮拜我們先從連勝的樂天開始講起 樂天最近為大家示範了 怎麼用棒子解決所有的問題 投手不好 我有棒子 手背不穩 沒關係 我還是有棒子 最近兩個禮拜樂天的團隊OPS Plus 達到了168 團隊平均打擊率高達3x27 平均一場比賽可以拿超過7分 其中林立 梁家榮 廖建復 朱玉賢最兇猛 4個人的OPS Plus 都達到200以上 所以像林之偉這幾場出賽 發生蠻多失誤的嘛 哎呦 無所謂啦 團隊OPS Plus 打到超過160 那也你讓4個林立上去守都不用怕 至於投手的部分呢 樂天的羊頭最後選擇砍掉了雷法 留下了豪勁 尤歸只是過個水讓他圓夢的啦 主要的抉擇還是在雷法跟豪勁身上 雷法被砍掉我還蠻意外的 做個對照組 現在聯盟防王力王德寶拉的ERA Plus 是121 而雷法上半季的ERA Plus 是122 雖然說雷法是有WHIP偏高的問題 他主投的比賽 都沒有到那麼的主宰 可是至少他還算是能夠有效的控制失分 結果下半季 他才投了兩場就被砍了 留下的前陣子表現荒腔走板的豪勁 不過後來想一想 好像也不是不行 道伯格跟霍爾投的也不差 近期的成績不會輸給上半季的雷法 不如就趁千位只給威能帝的時候 讓豪勁好好的調整 畢竟我們都知道 豪勁好的時候有多好用 如果能修回原本的狀態 那豪勁 是會比雷法更好用的 所以好像是可以賭賭看 再來我們看到一度登頂 但是最近掉到第三的富邦 富邦最近應該算是投優於打 其中最可怕的 就是幾乎無解的富蘭歌 他技術一度因為狀況不佳下俄軍 但是從5月19回到一軍出賽後 除了那天他掉了兩分制則分 從此之後到現在 已經3個多月了 他沒有再掉過任何一分制則分 而且他最近的出賽頻率是很高的喔 從8月22到8月27這6天 他就出賽了5場比賽 每場都至少吃掉1局 甚至還有1場 他跨局吃掉了2局 這種鬼神的表現 也讓富蘭歌以牛捧投手的身份 拿到了8月份的投手MVP 那說這樣會不會太超富蘭歌 其實前兩年講豪勁的時候 我好像就有講過 我的觀念是認為 既然有機會拼季后賽 那多抄一下洋將 好像也是無可厚非的 當然不是說洋將就可以無限制的拼命燃燒 那樣當然也是不對 只是如果有機會拼季后賽 必須要燒一下主力球員了 那你是要燒本土球員 還是要燒洋將 應該還是洋將吧 畢竟他們的流動性高 明年不一定還在對上 而且富蘭歌因為在中指的壓制力真的太強了 他的用球數通常也不會太多 在他還能夠負荷的情況下 就讓他多頂一下吧 因為富邦下半季 好像還真的有點機會 接下來我們看到中信兄弟 中信下半季還蠻有看頭的喔 艾斯特跟艾里歐都繳出了一號洋頭的水準 我本來就覺得艾斯特會很不錯 但是我沒想到艾里歐也這麼好 更重要的是 除了他們兩個之外 今年狀況比較不穩定的德寶拉 最近兩戰都吃超過八局 並且都只掉了一分 這也讓他直接衝上了聯盟的防律王 可惜的是另一個洋頭太勒受傷 讓中信本來砍掉阿福 要玩四洋頭風火紋的計畫暫時延後 不過中信也有馬上簽了一個新洋頭馬格文 現在可能就是看現有三洋頭的情況 如果三洋頭狀況依然穩定 可能就要等到亞運的時候 我們才會看到中信開始啟動四洋頭風火輪 至於砍掉阿福出現的捕手問題呢 這個我覺得是沒辦法的啦 阿福不能不砍 中信不厚的投手戰力 一定要三個洋頭再一軍 鄭凱文下半季整個被炸爛 防律接近9 平均每9局要被打超過15隻安打 下半季的他是一台控球精準的發球機 而余謙下半季就沒有吃先發了 上半季他先發也投得很普通 現在唯一能用的本土先發 就只剩正浩軍 等他去支援亞運 才是中信真正的考驗 所以不管怎麼看 我都覺得砍掉阿福 是非常正確的決定 要拚下半季就一定要三洋頭 接著來看近期大崩盤的衛拳 衛拳前兩周因為極志騎要拉傷 是可以預期火力會稍微受到影響 但是沒想到影響這麼大 原來極力擊倒除了自己能打之外 還附帶幫全隊上打擊buff的能力 他一不在整隊都不會打球了 衛拳這兩個禮拜剛好是樂天的另一個極端 樂天OPS Plus打到破160 衛拳只有50 阻力拿者之中大概只剩劉濟鴻 還有水準以上的攻擊能力 其他像是郭天信跟李凱衛的狀況都掉了下去 而6、7月有打出一波小高潮的拿末 從7月底開始也低潮了好一陣子 現在也被放去二軍調整了 然後本來期望在極力擊倒不在的時候 可以頂上火力空缺的林智聖 雖然有扛出了生涯第302發的全力打 但是整體的攻擊表現還是不理想 這些因素加在一起 就導致衛拳最近兩個禮拜 平均只能攻下2.3分 不過極力擊倒已經要歸隊了 可以來看看他的回歸 能不能再帶起衛拳的進攻火力 除了打線之外 衛拳的投手也出現了一些問題 今年表現非常好的守護神林凱薇受傷 現在暫時確鎮 亞運也有可能沒辦法打了 少了他當然對於衛拳的牛棚有很大的影響 林凱薇是今年聯盟裡非常頂尖的守護神 被打擊率不到兩成 保送不多 三次能力也很好 現在只能靠龍王兄力黨 王維中王耀玲 以及陳冠偉來多負擔一些局數了 不過衛拳的投手也是有好消息的 動手速離開戰線一年多的徐若熙 終於回到一軍出賽 雖然先發只投了1.29退場 但是球速狀況很不錯 飆到了154公里 而且據徐若熙本人所說 這場比賽他有稍微控訴 可以預期之後隨著他每一場比賽的用球速上升 球速很有可能可以再繼續往上提升 最後看到主題是辦得很棒的統一 統一下半季一開始是平打 現在有稍微好一點 雖然主砲林安可持續低潮 現在甚至已經下二軍調整了 不過小黑邱志成跳得出來 他下半季打出了4x4的打擊率 是全隊火力最兇猛的打者 再加上雙老鬼 林一拳成用機的好表現 讓統一近期還算是有一點得分能力 既然打擊沒那麼糟 那問題肯定就是在投手了 精確一點呢 可以說最主要的問題 是在牛棚投手的身上 上一集我有講到 統一比較穩的牛棚投手 只剩劉宣達跟陳韻文了 最近劉宣達被放到了二軍 然後近況不佳的邱浩軍 依然被打得很慘 讓統一的牛棚 幾乎變成無人可用的情況 還好最近冒出了一個 李其風出來拯救世界 最近他的出賽頻率 幾乎就是富蘭哥的翻版 這種燃燒投手的方式 也讓統一的投手調度 遭到球迷質疑 不過也是有人站在教練團這邊 說統一就真的沒人可用了啦 李其風是少數可以吃掉局數的人 不用他 要用誰 我認為這個講法也不是沒有道理 統一的牛棚最近真的太慘 又不像上半季 有羅王跟聖騎士 可以動不動就吃個七局起跳 那剩下的局數要怎麼辦 筆數沒拉開的話 當然只敢用 那固定一兩個人了 不過其實統一現在牛棚 無人可用的問題 應該要往前追溯 上半季人手還充足的時候 當時主義牛棚的出賽量就不低了 結果先上了一個劉宇成 接下來邱浩軍也開始爆炸 劉宣達最近兩場掉分之後下了二軍 不知道是單純調整還是有傷 有這麼多錢力了 李其風又能夠撐多久 當然我們都知道牛棚投手是消耗品 本來工作量就大也容易受傷 一個兩三年就突然壞掉 是很常見的事情 可是統一如果在一年之內 搞掛這麼多個主戰牛棚 這可能就是前所未見的了 而且以下半季的狀況來看 各隊的洋洋戰力 都比上半季完整多了 統一沒有太多競爭的機會 繼續燒本土的牛棚 對戰機的幫助 應該也很有限 是應該考慮 多保護一下這些本土的牛棚投手了 好啦 今天就講到這邊 最後一樣附上 本週賽程給大家參考 終止海報 海報終止 我們下次見 掰掰